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第四届的香港企业公民计划的启动建议 为我们香港的可持组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多谢 谢谢陈主席 主席 所以今次这个开启动礼 以及今次继续我们的努力 我相信将这个文化 例如CSR Cov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这个文化 是更熟悉一个新的一项 团阶 1 2 3 黑幼转 是的 好 接着来我们就参加超文科技有限公司 跟我们分享一下UAC的策略伙伴 建立一个卫生 感敏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模式 企业是得以持续发展 都是有赖各种企业的企业的企业 例如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顾客 社群 还有环保资源各方面 我们希望剃了一个长远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和一些双层人士去同游海洋公园 除了可以希望可以共用到社群之外 也可以学习更多生态重的知识 另外就是去运船船馆的旅行 可以是一个比较静态 但健康的旅行 我们的同事也有一齐出席 会和一些双层人士 他们的参与者和家庭 是玩一些团体活动的 好像中间和一些双层人士去赤柱的时候 也有采用到他们的一些长者导想员 无障碍的交通 和无障碍的餐厅 我们公司将社企责任 用在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企业蓝图 除了可以提升伺训者 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同之外 都可以剃了一个正面的企业形象 可以为我们的持续者 去做长远的发展价值 最终最重要的就是 顾赐我们在业务工作的一个理念 就是用诸社会取诸社会 要和NGO合作有效果 或者输到你预期的结果 有什么重要的因素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首先和NGO合作之前 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企业 是一定会开一个小组会议 因为我们觉得 无论是和哪一家的NGO合作也好 自己的公司 一定是一个清晰的理念 我们公司是一个 义务工作的小组 就会由各位同事去做会员 每一次就去讨论 其实我们公司的理念是怎么样的 我们参与一些NGO合作 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近年来一些同事的参与之后 都觉得同事的反应是很好的 所以除了参与业务工作去帮人之外 我们企业也希望同事透过参业务工作 是可以令到他们开阔眼界 以及透过参业务工作 同事之间的团队士气 以及大家的合作性 是会得以提高的 除了跟NGO合作之外 大家还有没有打算 和社区的公民合作 社区的各个持份者的支持 都很重要的 当然供应商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持份者 例如我们企业去找供应商的时候 首先会去审视他 是否一间社会企业 或者他有些认证 或者他们对环保 或者对社区方面 有一个持续发展的理念 例如我们在公司 办公室的应用上 我们是会优先考虑 用一些比较环保的物品 还有如果在社会企业方面 可能是会采用他们做一些文具 或者食物 或者可能刚才好像信我那样 一些商品人说 也可以去表示我们客户的心意 因为其实客户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持份者 而透过一个供应商社会企业 去传达一份礼物 给我们客户的一个很重要的持份者 我觉得这份的心意 或者这份发展的概念 是得以传承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